第一位,林大碧院 主席,今天有很多位同事都發了一言 其中我最欣賞的是葉國謙剛才的發言 用了兩個字,遺憾這兩個字 我很有感受的 事實上在早一陣子 各位同事,你一言我一語 在沒有規矩情話之下發言 令整個議會我覺得是醜態百出的 亦都在觀眾面前出了楊相 所以剛才我曾經給一個中谷主席 可否休會進行一個協調 事實上,休會協調也不是未做過 也常常都是有效的 但主席你硬頸,不聽我的中谷 究竟搞到今時今日的場面 其實我覺得也是遺憾的 主席,今天這個議題很簡單 就是要求處理陳偉業這個議案的時候 應不應該由副主席或其他議員去支持 我看今日主席你的表現 和平時的表現的確是有落差 因為你在整個今日的下午的感覺 你的情緒很不安定 簡單來說,你動了你的真火 也許很多議員聽到 周時插嘴頂嘴 我做教育事務委員會 有沒有人說我這樣 每個人都稱讚我,控制得很好 那麼你周時頂嘴 有掌聲 那我覺得呢 你聽我講講先 我就希望呢 其實 情況是這樣的 我現在決定 決定我知不支持這個議案之前 即是 給不給副主席或其他議員主席知道 我希望問問勝哥你今天 可否在跟著的時段 你可以控制到你的情緒 控制到你的脾氣 然後讓大家面對的時候 你不要再插嘴 不要再頂嘴 簡單來說 我希望你現在可否吸一口氣 深呼吸 頂頂神 告訴我 你真是好像平時以往那樣 不插嘴的 不頂嘴的 控制情緒 不動真氣的 那我覺得呢 我就會支持你 否則如果你再好像 早一陣子這樣處理呢 我相信就算建制派也不敢支持你 因為怕什麼 怕出錯嘛 一出錯就大件事的了 今天 好嗎 勝哥兒你可以回應 今天我給你插嘴 還有十多秒 我插嘴一句 我是為了各位主席 我要堅持一個原則 我是沒有錯的東西 我就仍然沒有錯 就是這麼多 好 下一位